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的话一定是 一定老鼠 肖战吧 因为肖战确实 颜值还是挺逆天的 还是上镜的更逆天 其次是肖战锤 因为肖战 其实 真长得非常好看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的话 然后就直观的帅 然后人很 很和爱可亲 其实像肖战 还有轩鹿 就是像阿姐 因为他们就比我有经验 陈欣凌是我 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 拍的第一部戏 而且我拍这部戏的时候 也在读大三 可能没什么经验 可能有的时候拍摄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紧张 或者不太自信 然后他们两个就会来安慰我 然后就教我 然后就要我不要紧张 要我就是自信一点 之前那我一个成绩的101 你觉得在其中你是什么担当 西树担当 蓝蓝无限呢 甜美担当 肖战跟王一博的剧本确实 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 是在还没开机 剧本唯独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我啊 他们俩好高冷 不爱说话 一博特别是一博 那个脸 就特别冷 真的 金眼 天然拍机的时候 两个人在角落 真的 在那做高抬腿 然后就做各种奇奇怪怪的运动 然后就他们在消肿 这个人好棒 好棒